自從有了VAR後 確是多了一些以前不會出現的爭議 始終機器看到的東西絕對比人眼多 剛剛歐聯16強Azix對王馬 就有一個相信只會在有VAR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Case 試完是Azix一個角球攻勢 開出角球後 迪列治投錘攻門 因為迪列治攻門一刻在巴爾包越位之下 絕對沒有Azix球員越位 然後古圖斯彈皮靶脫手 所以泰基亞肺高跳起頂球是沒有越位 最後泰基亞肺高把皮球頂入空門 整件事很Smooth,眼見沒有任何問題 基本上雙方球員都沒有特別太大的投訴 如果沒有VAR情況下,這球絕對會隔入球 但VAR房的球證又通知主球證有越位嫌疑 翻查重播片段 在泰基亞肺高頂球一刻 泰迪是處於越位位置 在首部不計下 泰迪真的僅僅被列古龍後半身位 而且在正常速度下 龐正只可以看到列古龍的背部 絕對沒有可能看到泰迪是當時處於越位位置 不過重點是亦都不厭其煩再講多次 身處越位位置並不足犯球禮 即使泰迪處於越位位置 但他有沒有犯到越位犯規? 泰迪有沒有干擾比賽?有沒有干擾對方球員? 或者利用身處越位位置玩球或干擾對方球員? 深水清的球迷應該都知道泰迪犯了哪一條 在第11章的越位,越位犯規中 在泰迪沒有碰球的情況下 他犯了干擾球員裏面的作出明確動作 而此舉動顯然地影響對方球員參與環球能力 看回片雖然泰迪沒有主動刑球 但他確實有一個動作轉身擔住古圖斯身位 即使他本身不是有意阻擋 但這個距離古圖斯的確有機會碰到球 確實影響了古圖斯參與環球的能力 再者球例或球證都不會去評論或假設古圖斯本身 在沒有人影響下會不會碰到球或救球呢? 因為這樣去想絕對沒完沒了,實有得爭 即使泰迪有沒有阻擋古圖斯對結果沒有影響 泰迪就是確實阻擋古圖斯 影響了古圖斯參與環球的能力 在越位條例中還有一點補充了這個情況 當一名處於越位位置的球員 在對方球員的跑動路線上 跑來越位位置或在越位位置站立不動 從不影響對方球員跑向皮球位置時 如過程中出現阻礙對方球員玩球或爭奪皮球 則屬於越位犯規 這一點講得很清楚 在越位位置的球員 即使只是站不動,沒有主動參與比賽 但如果該球員剛好就是站在防守球員的跑動路線上 而剛好又真的阻礙了該防守球員去玩球 都是屬於越位犯規的 這條例就是避免攻方故意放球員在越位位置 來減低手方球員的注意 然後當皮球開出時 利用在越位位置沒有干預比賽而不扣成越位為由 去阻擋手方球員的移動 去增加沒有越位的攻方球員射門的機會 都是那句球例很難界定是有心還是無意 所以寧願有殺錯沒有放過 全部當越位論 所以套入這次情況 就不理泰迪是有心還是無意 他在越位位置阻礙了古圖少爭奪皮球 就是越位了 我見公海有些comment會說 每次越位時 防守球員特意放到越位球員 讓他擋一下便會出越位 其實用comment sense想一下 球場那麼大 禁區那麼大 計上球速可能只有一秒甚至半秒給你反應 而且剛巧你跑去皮球路線上有進攻球員越位 是很難特意做出來的 如果球不是經理這邊 你根本沒有機會爭奪皮球的時候 是不會觸發到這條條例的 雖然這球真的很不幸 看到鄧亞即時不值 整場球其實打得很好 但球例就是球例 一個字都絕不能改動 這球我都幫不到 你抓自殺 打人 法律就是法律 一字一無加不能改動 這球我都幫不到 打人 呃... 你想清楚那字好說 所以在說黑哨之前可以看看相關的條例 先下決定 今集球例分析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